大家好 在山西有一位老大爷 就靠茄子肉末炉 每天卖600碗面条 每天来吃的饭的人 络绎不绝 一碗价格不贵 6块钱 关键夏天吃 开胃又下饭 今天大厨就把 大爷肉末茄子炉 这个做法 给大家揭秘一下 请别跟着视频 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准备 三个清洗干净的长茄子 把茄子呢 我们给它切成 别人 茄子皮呢 有很好的营养价值 不要去 切好的茄子丁 放入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里面我们加速食盐 把茄子的水分 还有它的色味 给它杀出来 这样茄子呢 在吃的时候更加的好吃 放到一旁 腌制20分钟 再准备一些 现成的猪肉馅 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些葱姜蒜 把它们切一下 切好的葱姜蒜 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调个料汁 加入一些生抽酱油 老抽 蚝油 一勺白糖 一勺皮纤豆腐酱 一勺淀粉 它们的所有比例都是1比1比1 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咱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煎到 我们把茄子流水分给它挤出来 锅里面加入食用油 下入我们的猪肉末 把猪肉末先给它翻炒至发白 炒出它的猪油 炒出多余的油脂以后 再下入葱姜蒜 给它们煸香 甚至再下入我们的茄丁 把茄丁和我们的肉末翻炒在一起 让茄子吸收猪肉的油脂 给它翻炒个2到3分钟 茄子翻炒好以后 倒入我们的料汁 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翻炒到五六七八下以后 咱们的卤就打好了 放到一旁 菜式备用 炒开以后下入我们的面条 用筷子给它撑一下 防止粘锅 把面条给它煮熟 面条煮好以后 给它捞出来 然后浇上我们的肉末卤子 再来上一些葱花 点缀一下 这样我们超级下饭又开胃的 肉末茄子卤就做好了 今天好吃又没味的 肉末茄子面 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再加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